好,最后一节,雷总也要继续讲讲那个圣路逆斯银行 那个数据究竟是怎样的 因为其实我都发现,当然大家最熟悉的就是纽约,但我其实看到其他不同的分行 它都是某一个地区的经济数据,它都很深入地,有些分析 包括GDP,大家都常常说,为什么GDP的数据比较慢一点,因为你要统计很多等等 但我不记得了哪个FAT的银行,它有个叫GDP NOW的一个显示 好像有听说过,不过我真的没有时间去搜索的东西 又是FT那个刚才说Unhatched的那个专栏介绍 真的很好,很高质,但是坦白说看得明白,不是说我自己聰明 你要看得明白,起码你要有CPA Level 1 才可以比较理解它说些什么,因为它说的东西是真的比较深一点 但OK,如果大家是,我是geek来的,我总是很喜欢看这些 所以这个专栏很好,还有刚才我说GDP NOW就是分析现在拿到的数据 究竟觉得譬如现在Q2的GDP在美国方面是多少呢 相当精彩,暂乱那个病给雷总继续讲一下 你搞到我等下几天的话,找时间去炒一炒GPD NOW的东西 好,Anyway,我继续分享我的视频 好了,其实这个就是,again,from St. Louis Fed那个Reserve Bank的 他们就看回美国人的那个储蓄落,OK 其实这个,again,一如我过去都是,那个Time Series 我尽量拿一长的Time Series,可以看一下 throughout,那个历史来说,那个演变过程 所以其实,老实说,我过去也有说过的 美国人本身来说的话,都是没有什么储蓄习惯的 所以看回这个数据呢 即使在几十年前,美国人比较能够有储钱的习惯来说的话 其实那个Saving Rate都是很低的 相对于我们中国,亚洲人啦,我想是 譬如日本呀,中国呀,那些其实都是说的 都在说的,都是在说的30%的Saving Rate,老实说 那美国来说的话呢,最厉害的 都是十几%的Saving Rate而已,OK 但是很有趣,如果你看回整个发展来说的话呢 其實你去到80年代打後期是明顯地開始下降的 那個趨勢我想大家不需要讀數據 你怎麼看的圖你都應該看得到 由60年代其實去到50年代開始 尾開始一路一路一路 去到大概80年代其實那個測試率 都大致上是一個範圍那裡 但是80年代打後後期就真的開始 一個持續性地下跌了 當然疫情的時候就因為大家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大佬儲多個錢在身上 所以那次就爆了一聲 但是那次是一個one off現象 就是那次去到30%以上 我估計已經沒什麼機會再見到的 那些情況就是極度地異常的情況 現在來說那個測試率又跌到過去幾十年 一個比較偏低的情況 所以有些人覺得你個人都沒有能力儲錢 因為可能已經入不敷之 還存什麼錢呢 但是我覺得大家 如果只是這樣去解釋的話 其實我覺得是錯誤了一些東西的 因為美國人放錢在銀行的率是低的 但是呢 要看回這件事情 這個呢 是什麼呢 也都是St.Louis Fed的那個銀行的資產 就看回美國來說的話 在money market fund的資產 其實也有趣 因為有不同的人都拿這個數據來講不同的東西 包括那些人暢談的時候就說 你看看美國人呢 不斷把錢塞進去money market fund 因為他們不看好市場 於是大家就是一個保守 很防守性 所以這個就是對市場的情況來看淡 那麼當然 牛那些呢 就說呢 因為那些人呢 只是短時間看不透過市場 但是問題就是 這個呢 那麼多錢在money market fund 其實代表就是一個dry powder 如果那些人開始對經濟有些信心 嘩這些錢如果留在股市的話 嘩不行 大哥水浸都像 OK 所以不同人有不同的interpretation 我就不是想去講這個話 但是我想大家看一看這個圖 因為美國money market fund OK 你看看它什麼時候開始 看到是真的那些錢是開始進去 就是80年代後期 你可以這樣理解 當然我不敢說一定是這樣 但是呢 它跟剛才那個saving rate下降呢 那個時間是很吻合 OK 美國人開始減少 擺錢在銀行 但是 美國人是開始多了 擺錢在這個money market fund那裡 那如果你理解money market fund的運作的話 你應該會知道 money market fund 它其實是 絕大部分 或者絕大部分時間 都是會提供一個比較高的一個 就是那個派發 相對於銀行的存款利率 OK 所以其實 是不是代表美國人沒有錢 是不是代表美國人沒有儲了習慣 其實某程度上來說 美國人是覺得他擺錢在money market fund的話 對嗎 他比較好處 如果是這樣的話 為什麼要擺錢在銀行呢 這件事情就是 OK 即是你將這兩張圖 你將它夾一夾的話 其實我相信你是會有一個不同的體會 不同的一個體驗 老實說 不要說什麼了 如果大家只看下近期來說的話 如果我們有網友從美國來說的話 你絕對可以做一個見證了 你今時今日 其實因為我今次去美國來說的話 我覺得我其中一個 我自己很有成功感的 是什麼呢 我是成功地解釋了給我兒子的女兒聽 這個是存錢和投資的重要性 因為她也是剛剛大學畢業出來 剛剛進入社會做事 她也是剛剛開始有一個人工派發的情況 我就跟她說你剛剛開始 我覺得你都要開始要了解一下 OK 即是錢是應該怎樣運作的 當然我不會跟她說你的投資股票 這些是太過複雜的一個話題 因為她都完全不是讀這件事的 她是讀教育 所以她不會理解我這些東西 但是我說簡單到你有錢 其實我說你現在跟我說 你每個月賺多少錢工 你大概每個月花多少錢 你有沒有就是有些儲蓄 她說這個翻軌 就是她明顯是ABC 她竟然有存錢的 她說有的 我每個月都有幾百元可以儲蓄 真是給我意外驚喜 我都鼓勵不到 從年輕人來說 我竟然都有這個儲蓄的習慣 這個就是 我說我見你這樣 你instead of每個月儲蓄幾百元 你放在銀行的儲蓄 其實老實說現在銀行 美國銀行儲蓄幾百元 銀行儲蓄幾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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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這樣 我跟你說 你試一下這樣做 你儲蓄六個月 六個月之後 你大概有千多元 你有千多元的話 你就去銀行那裡 開一個CD戶口 因為美國銀行的資金 通常都是一千元 就可以讓銀行儲蓄幾百元 其實是一百元 所以你存入六個月的話 應該都可以 開始一個CD戶口 之後你就重複這個動作 每六個月 你每出六個月 你就要開一個CD 每六個月就要開一個CD 我做了一個 spread sheet 讓他看看 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經過幾年之後 其實你都開始有些少少的東西 他表示很有趣 所以其實美國人來說都不是理財白癡 只是簡單到格價都會 如果你比較一下金融市場 和銀行給了什麼價格的話 就是IQ靈彈都會選擇 所以我想這件事情大家要有一點認知 還有我過去好像也有說過 但是好像沒有展示過一些數據 其實在美國來說的話 美國人如果看的優惠率就真的很低 但是美國人在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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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已經被你看到了 更加重要的是 其實在過去這20年 美國的401是發展很快 當然 401香港有一個NPF 這個是強制性的 任何的公司任何打工仔的話 基本上你到了一個人工高 高於一個threshold的話 你也需要參與的 美國就沒有一個強制性的 一個retirement的一個 但是美國政府是透過一些財產的 一些優惠率來說的話 就會是 就是誘惑一些企業 美國有兩個最主要的 最 popular的一些 就是個人的retirement的一些計劃 401就是company sponsor的 是一定要公司願意 參與和提供Follow 1K 因為它有些是 就是有些少的matching 就是人工 公司會提出一些matching 這個就是Follow 1K的 就是要公司sponsor的 另外一個呢 是完全個人化的 就是叫做IRA OK 就是這個叫做Individual Retirement 就是individual Retirement 我沒有知不知道 A 就叫做IRA Account Account 那就兩個做法的 就是一個就是公司sponsor 一個就是個人的 那 Follow 1K呢 其實由來已久的了 如果我沒有記錯一下 Follow 1K呢 是1978年呢 就已經是有那個policy 是開始roll out這個service 但是一路Follow 1K呢 是沒有什麼人理會 因為公司又不是特別去 去Promo那樣東西 Until就是好像是80年代 美之後呢 開始越來越多公司呢 就願意提供這個Follow 1K了 那所以呢 這個去到現在來說 這個Follow 1K呢 已經是成為美國人呢 當中呢 其中之一個 就是最popular的一件事 看回一些最新的統計數據來講的話呢 現在美國的打工仔 OK 可能有挨近七成 是有參加到這個Follow 1K 這件事 OK 那這個就還沒計算 有些有參加IRA 或者有些比較有收入高一點點 那當然他可能除了Follow 1K之外 他可能還會還有IRA 這樣OK 那這件事 那我想給一些數據 給大家知道一下 到底現在那個Follow 1K 大概有多少錢啊 可能想著說 美國人都存不了什麼錢的啦 OK 那這個網站呢 如果大家興趣 你自己可以去找吧 我也是在網上找到資訊 那它這個網站呢 就破壞了不同的年齡層 看看就是那個Follow 1K 現在那個account的Value 那它就用了兩個去表達的 我覺得這個是很棒的 因為很多人呢 其實說到平均來說的話呢 其實那個平均呢 什麼叫平均呢 那這個網站呢 我覺得幾個地方就是 它顯示就是有一個Average的 顯示一個Medium的一個數 那其實兩個數值呢 是代表不同的東西的 那就是Addy這些呢 就是這些就完全知道發生什麼事 因為Average呢 就是一個simple的Average OK 那其實就是 你可能因為大家都知道 就是美國都是一個貧富懸殊 可能比較大的一個 就是一個社會啦 如果中國就更加誇張了 OK 所以你如果有些是很有錢的 那這個Follow 1K非常大的 有些可能真的沒有什麼錢的 Follow 1K很少的 你的平均來說可能會被人拉高了 因為那些小數但是大戶的拉高了 那就不代表什麼的 那所以呢 如果看過Medium的話呢 就會比較看到就是 有錢的一半 還有另外沒有錢的一半 中間那個中位數呢 那其實你會有多少得著的 OK 那所以很明顯地 如果你看這兩個數字來講的話 都充分地顯示 美國來說的話那個貧富懸殊 都是頗大的 因為那個平均的那個 那個金額來講的話呢 都是遠高於一個medium的金額的 那就是說呢 有錢大戶那一班呢 其實是扯高了整個 但是就算我們不要用那個平均 用medium來講的話 其實 老實說不失禮的哦 這個是美金哦 大哥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人 就是在香港打工仔來講的話 有沒有人知道香港的MPF的成員來講的話 去到去年2023年 平均戶口結餘有多少次 OK 就是我相信沒有什麼人 認真會去理解這個這個數據 這個數據來講的話呢 跟我仍然在那間永什麽東西 那間任職的時候 那個數據呢 其實不是差很多 因為很大部分問題就是 你不斷的工錢 但是港股不斷的跌了 跌了四年 所以這個就是 那個問題所在 OK 但是Anyway 就是開股了 無謂買這個 差點咬了 OK 去年年底的時候呢 平均一個香港的MPF那個戶口結餘呢 是大概23萬港幣 這個是港幣 OK 如果你看回這個breakdown來講的話 OK 那當然它分成年齡層啦 如果你是年輕的那些的話 那今天小一點 那當然這個是完全合理啦 但是如果你找個 譬如中位數那樣啦 就是四五十歲那樣 OK 就是以美國人的人口來講的話 四五十歲是大概 差不多都是那個年紀的一個 就是Median的一個計算啦 喂 人家Median來說的話 都在說十幾二十幾萬美金啊 OK 就算少一點去計算的話 都百幾萬港幣已經是 喂 大哥 你不要忘記喔 美國還有一個社交安全 美國政府衰衰地 還有一個safety net在後面 OK 還有我剛才也說了 401K 是現在美國打工仔最 popular的一個 就是個人的retirement scheme 我還沒講這個IRA IRA那裡的話 OK 就算不多的話 已經是on top of this一個 那所以 你說美國人是不是很窮呢 就是 我想看你怎麼定義窮 老實說 如果你自己看那個 銀行存款戶口的結餘來講 真的沒有什麼好看的 老實說是 但是 OK 就是說 你說美國有沒有窮人 當然美國有窮人 所以有時候你看一下就是 媒體它反應的什麼 還有你說的話 我也這麼說 很多時候的人 說那個媒體報導 有些人真的很慘 那樣 因為越慘那些 越大聲 OK 你就是 你如果是 生活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無憂的話 那你就 過自己生活 所以middle income class 那些 就是 大部分社會都是 就是沉默的羔羊 OK 因為好像我們那樣 middle income class 來說的話 我們就是get along 我們自己的生活 不怎麼發聲 但是政府就最喜歡 拿他們來開刀 OK 我們就沒有什麼 說的 OK 所以 越窮的人越大聲 越多說 於是你報導媒體 當然會報導那些 是不是 那不是怎麼吸精 那些媒體 一般就是 最聚焦就是 在窮的情況 很慘 有錢那些 怎樣花錢 就一定說這件事 但反而 不好意思 暫亂割餅 想問一聲就是 401K 大部分都是美國人工 因為很少 我相信沒有什麼外國人 會工401K 但是我想 反而想問回 money market fund 但是money market fund 就好像見到 in line with 就是銀行的存款低的時候 money market fund 流入去的錢又多些 但是money market fund 是不是只是 那些美國人 放下去的錢呢 會不會是其他海外的錢 都會放下去 這些money market fund 不排除有這個可能性的 因為問題就是 這個FED St.Louis 他保持著 這個就是 美國境內的money market fund 所以當然不排除 有人 就算是外國人 因為他不會 就算是外國人的話 你有機會都會參與的 但是我想 比較大的部分 應該都是來自於 就是本土自己的American 因為他這個圖 就說著 美國本土的 Fund industry 的數據 就是 那麼 那麼 這個就 先說說 其實low savings rate 就不代表 美國人沒有錢 美國人的錢 是收起來 在其他地方 但是 這件事 我就覺得會影響 美國人的消費 那個模式 因為我看到很多的報道 包括華爾街日報 也有說到這件事 OK 就是說 美國人 近年來講的話 其實就 買越便宜些 OK 因為以前來講的話 就可能喝湯 就要買 Campus Soup 用茄汁的話 就要用Hans茄汁 現在來講的話 買些什麼 no brand 走去什麼Costco 買賣那些這樣的 他們Costco自己出的品牌 那些情況 譬如這個報道 這個 article 華爾街日報 就 break down 就是美國人 來講的話 就是過去幾年 在一些什麼 種類的產品來講的話 就買多了一些 所謂叫Store Brand Store Brand 就是所謂那些 叫做 沒有什麼名氣的 叫Store Brand 減少了買一些 大牌子 顯示就 美國人就 似乎它叫 Trade Down 就是我們叫Trade Down 下降了一格的消費 還有它也提及到 就是 你看看過去十幾年來講的話 Store Brand 市場的賬物率 就不斷提升 OK 就是說 多了人去買這些 產品等等 不過呢 我其實也想說 很有趣地 美國人一方面 就好像 省了在這些地方 但是如果你看回美國人 所謂Discretionary 的賬物來講的話 其實是完全沒有少的 OK 出外旅遊 如果你看回美國的一些 旅遊網站的 數據來講的話 美國人出外旅遊 過去這幾年來講的話 是持續地增加 雙位數字增加 我不是跟你說笑 譬如說 Eddie 有拿著股份的LVMH 那些來講的話 你如果看回去 剛剛最新的季度 去年的時候 那個報告都是 它是分開不同地區的 那個銷售情況來的 OK 反映就是說 其實 中國香港的銷售 就比較差 然後原來美國 即是北美洲的銷售 雙位數字增長 OK 所以你要理解 當然你說 因為美國有錢 那些銷售 繼續消費 是 但是問題就是說 所以其實很有趣 大家想一想 自己的消費模式 如果你買一些比較小的 日常家庭用品 的話 你會用的 就是你的貨幣 因為那樣東西 是你最現成會用的 OK 但是如果你打算 買Big ticket items OK 譬如說 我想換車 我想 坐穿這個郵輪 去阿拉斯加 這些 所謂Big ticket 來講的話 老實說 以美國人 那個存款率這麼低的話 就算拿著銀行的錢 或是未必可以夠錢買一部車 那時候是 他的考慮點 就不會是按他的銀行結緣 而是考慮那個貨幣 是貨幣影響 貨幣影響他那個 Big ticket suspending 那麼 貨幣影響 剛才已經給你看到 OK 你從那個 Money market fund 來講的話 你從他那個Follow 1K 的巴塵來講的話 OK 其實他是完全有 足夠的貨幣影響 去支持一些 比較大的 所以我覺得 就是有時候要理解 那個消費的情況 我來講的話 不可以只拿著一個數據 就去覺得 這個數據就代表 不行了 OK 但其實 你要對整個 整個過程 要多一點的 一個理解 我想問一下 因為時間差不多 那一個 401K 和我們 NPF 因為NPF 要等到落五稅 或者特別原因才能拿錢 但401K 是不是比較 便宜一點 沒有的 沒有這個 沒有這方面的 限制 401K 相對比較 便宜一點 你可以比較彈性 去決定 什麼時候去 不過 是有些限制 因爲如果你未到retirement age,因爲它是給你一個省稅的功能, 因爲你沒理由拿了政府省稅的功能, 因爲你轉頭拿去tickroll,你便全都著熟, 因爲這個說明是retirement的一個arrangement, 因爲你去到美國政府那個mentatory retirement age, 你去拿的話,就真的可以免稅, 因爲你之前,它是有個彈性給你, 你可以提前,譬如說你因爲我家庭有些特別的支出, 打風吹塌了,我要做維修,我要錢, 因爲它是可以提前拿一部分出來, 但是它有限制,你不可以拿多過多少, 因爲你拿的部分,它是視乎你的rational, 有些rational,它可能會收你少許的penalty, 因爲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起碼有個彈性, 不是說你死亡, 再不然你就沒有手沒有腳, 你才可以給到你, 這樣的情況就不會這樣, 因爲你時間夠了, 還是你想說多一點? 好,其實美國那邊已經說完了, 不過其實我本來就打算很快出來留言一下, 因爲近期來說, 當然歐美國家就說, 中國的overproduction, 就是影響全世界的經濟, 其他一些經濟的經濟等等, 但是中國的解說, 或者其實習大大解說, 其實不是的, ok? 原因爲什麽我們中國的出口越來越強, 和我們的價錢一直可以低, 是因爲我們的生產越來越有效率, 是效率大幅的提升, 所以令到我們可以更加能夠生產, 更加越來越精良的東西, 也可以那個出口可以大, 同一時間那個價格可以下降, 可以放低這樣的話, 就是我覺得這件事, 老實說, 就是有一點被容口咬, 不過老實說, 如果從《華爾街日報》一張圖, 我覺得已經是可以完全解釋, 那麽可能雷種的聯繫是不是有些問題呢? 等等, 還是應該我自己一個就ok的, 那麽可能雷種那方面比較慢一點, 那麽但是… 下跌是因爲你的效率大幅提升的話, 爲什麽那個margin是一路向下跌的呢? 你賺少了錢, 你賺少了錢, 但是你的投資是沒有少到的, 還有正增長, 那麽這個又代表什麽呢? 就是有時候我覺得, 這個論文來說的話, 你提出那個論文的話, 難怪你也先檢查一下數據吧, 大哥, 你真是丟架的嘛, 真的, 好, 那麽剛才雷種就應該, 可能那個網絡問題就可能斷了少少, 但是都ok, 斷了一陣子, 但是應該都聽得到, 那現在回來, 那麽時間都夠了, 那麽多謝大家支持, 下個禮拜怎樣安排呢? 那麽可能, 不好意思, 真的要多一點時間, 夾夾, 因為我都知道你在西外那邊, 因為真的還沒定好, 那麽不好意思, 那麽比較大機會還是要錄製, 可能再下個禮拜才可以做到直播, 那麽不好意思大家, 那麽會盡快更新你們, ok, 好, 謝謝, 拜拜, 好, 你順風, 也順利達標, 好, 謝謝你, 拜拜, 拜拜, 拜拜,